政府早前取消掃描 安心出行二維碼和皇馬安排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星期一在一個電台節目上 促請特首李家超 進一步取消不必要的防疫措施 2022年年尾最後大除夕 那天之前清了這些東西 即是那些沒用、成效低的 檢測、檢疫、安心出行的東西取消了 其實疫情來到今天 你想想這些措施本身的成效其實都是微乎其微 希望政府真是加快復償的步伐 現在其實很多的措施真的可以取消 何柏良又預料 內地疫情至少去到明年的2月 仍然會維持在高水平 建議港府可以預留一批二架疫苗 給在香港舊期接種加強劑的內地人 為明年1月兩地免檢疫通關製造條件